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侏罗剧农场 我是养鸡养鸭的画家,朕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如何敷小鸡 敷小鸡呢,我们有很多种方式 如果家里没有敷蛋器的话 我们可以用正在抱窝的母鸡来敷小鸡 但是这个的成功率就比较低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母鸡敷蛋真的很看这个母鸡的性格 他心情好了,可能他就会认真在那敷 就是有很多这种负责任的妈妈 也有很多那种不负责任的 什么敷一敷他出去吃神去了 然后就不管了 反正他一旦开始敷呢 他就不能离开这个母鸡了 他就必须要保持一个很高的温度在那 我有过很多次经验 就是那个母鸡敷到一半 他就比如说狗来了,受了惊吓了 他就不敷了 然后那个鸡蛋就一窝全臭在那 所以这个很考验母鸡妈妈 然后再一个就是他自己敷的话 遇到自然环境会比较恶劣一些 有一些妈妈可能不太会照顾孩子 就哪怕他已经敷出来了 他可能由于他比如说把自己孩子压死了 或者是孩子不小心跑出窝来了 然后冻死了 就很多这种意外情况会发生 所以都不如人工去敷 这个效率高一些 所以说如果你有的经济能力呢 就去买一个质量好一点的孵蛋器 当然这个我会另外做一个视频 专门讲那个什么样的孵蛋器是比较好的 我建议是当你的母鸡一下蛋 当天就把那个鸡蛋收走 因为如果你不收走的话 它每天都会高窝的话 那个很容易鸡蛋就 它就自己就孵化了 这样的情况下 它很怕受冻 就一旦敷了就要一直保暖 所以说要及时把蛋捡走 你的母鸡下了鸡蛋之后呢 你可以留几天 就是再多一点 然后一起放到孵蛋器里面敷 一般的保质期差不多是在十天之内 你也可以把这个鸡蛋放到冰箱里 但是它的成活率可能就会降低了 我一般都会保留三到五天 因为我们家鸡比较多嘛 所以你一天能拿到的鸡蛋其实挺多的 就早一点鸡早的去敷它 然后就会成活率高一些 我们加拿大冬天特别冷 如果是冬天的话 一旦被冷冻 它肯定就敷不出小鸡来了 我们家有各种品种的鸡 所以说这个鸡蛋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都是纯天然的颜色 像这个深颜色的鸡蛋 就是Maran这一个品种的鸡下的 然后蓝色的蛋呢 就是复活节彩鸡 小鸡能孵化出来的日期呢 是一般是在21天 我一般都是把这个日期一开始的时候 写在鸡蛋上 这样好记日子 因为经常复制复制 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它能孵化出来 这样的话很影响成活率 因为你可能就忘在里面 或者发生什么意外的状况 所以我一般一定要把鸡的品种 以及鸡放到孵蛋器里的那个时间 写在蛋壳上 当然因为我们家的鸡比较多 所以小鸡它其实长得都差不多 就很难去辨认 一般情况下孵蛋器 你要预热 正常大小的鸡蛋呢 温度要保证在99.1华氏度左右 摄氏度呢在37.6度 我建议一定要在这个孵蛋器里面 放一个小的温度计 因为外面的温度不准确 里面那个放一个小的会比较准确一些 湿度是在55%左右 所以要提前放一点水 不同的孵蛋器呢 它的设置方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参考你所使用的孵蛋器 我家是有两种孵蛋器 一种是那个鸡蛋横躺着的 另外一种是鸡蛋竖着的 但是你这种竖形的这个孵蛋器呢 你一定要确保它的尖头朝下 因为它的源头上它会有那个出气孔 这样的话不会让这个鸡憋死 我之后会另外加一个视频 专门来讲如何选择孵蛋器 网上说呢 小的蛋和大的蛋 温度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试过 差不多就是 就是99度1 湿度是在40%到55%这个区间 不管是无鸡蛋啊 还是正常的鸡蛋 还是鸭蛋都能孵出来 我一般都是开大半天 等到它那个温度到99度1左右 把鸡蛋放进去开始孵 如果确保你的鸡蛋是受精的呢 这个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很难看出来 所以要先孵着大约7天左右 check一下这个鸡蛋 就是用手电筒在暗一点的地方照它一下 然后看一下它的孵化程度 这个鸡蛋呢 你可以上网搜一下 它孵化的过程的那个图片 就一开始它可能能看到一些血丝 慢慢扩张 到后面它会变得不那么透明 你能看很实肉的 然后一个很明确的边界线 如果你看到这个鸡蛋仍旧是浑浊 那说明这个孵化不成功 那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 然后你可以再加一些新的鸡蛋 当然我不建议 你再不停地加鸡蛋进去 一个是你会影响它的这个温度 再一个呢 它不是同时孵化的话呢 如果前面孵了特别多鸡 然后你这个孵蛋气球特别脏 新出来的小鸡会染上各种各样的疾病 你的成活率就会降低 所以在孵化之前呢 你一定要消毒处理 我都一般洗干净了以后 用酒精擦 擦完了之后再打开使用 在孵化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经常打开盖 看它 因为你这个每次掀盖 它都会影响它的湿度和温度 它一般这个孵蛋气上面 都有一个小窗口 你可以透过窗口去看里面 那个温度计的情况 如果一旦出现 它的湿度低于40%了 那你就注意要往里面加水 而一次要少加一点 你最好是有一个那个刻度杯的 一点点加 因为每一个孵蛋气的情况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这也没法说能加多少 一般它那个孵蛋气都会有说明 而且我根据那个说明来加水 然后到了鸡将近20天的时候呢 你能看到那个小鸡在里面动网 就是我一般都是7到10天check一次 然后到了快到20天的时候 再check一次 孵蛋气一般它都有那个tender 就是说它会自动的旋转 这个所以说你不需要每天来回翻 还有就是你要确保这个孵蛋气 它不会跑风 有的时候它那个孵蛋气 在边缘的地方的那些蛋的温度 可能和在中间的蛋的温度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跟孵蛋气的质量有关了 它我有一个就不是特别好的 所以我就上面盖了很多衣服 防止它跑温度不恒定 这也是一个办法 或者你可以拿那个胶带贴一圈之类的 反正是一个孵蛋气的质量 决定了你的成活率 所以它很重要 你看这个的蛋就很好 只要确保它这个蛋不行 就把它拿出来 当然这个拿出来的蛋 你就不能再吃了 这个就坏了 你就可以拿它来欧肥 或者喂你的蚯蚓 差不多待20天的时候呢 你要时刻关注这些鸡了 有一些小鸡它可能会出来的比较早 在它快要出来的时候 你能听着它叫 但是这时候你一定不能帮它 把壳抠开 就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你知道吗 每次看到那个鸡要出来 我急的不行 我就想帮它抠 然后我就曾经抠死过一两只 就很伤心的 所以说你一定要控制住你的手 然后你就让它自己来破 它破壳 就是在一天之内 它就能破出来 如果你发现它已经超过12个小时了 那你可以去帮助它把壳破开 有一些小鸡可能就会卡在破壳这一步上 就像这个人难产一样 所以你需要帮它 但是在它不需要帮助的时候 一定别帮 我有一些小鸡就是因为帮它破壳 把它扣出血来了 然后它出来之后就身体很不健康 就容易得病 然后怎么确保你需要帮助它呢 就是一个是从时间上来算 超过12小时它还扣不来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你扣掉那个壳的时候 它没有带新鲜的血液流出来了 那就说明那个就需要帮助哈 你就是你一定别扣着扣着一天出血了 那就说明它太早 然后刚出壳的小鸡呢 它身上很实 所以那个你就要把它在这个复旦期里面 多放一会儿 差不多 等到它的毛干了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转到 它该在的那个小盒子里面 那个鸡的盒子呢 一定要带暖灯 因为刚出生的小鸡 它需要温度差不多在30度左右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暖灯 小鸡是容易死 你看国内很多那个卖小鸡的 在家养养就死了 就是很大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温度不够哈 它其实一开始生下来的小鸡 它是需要非常高温的 然后慢慢随着时间推移呢 差不多一个礼拜以后 可能就是保持在25度左右了 你看我们最近孵出来一个 兔脖子的小鸡 这个的品种叫showgirl 是不是很可爱 我会再另外做一个视频 是讲关于如何给这个小鸡 setup它的这个窝的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